來對不對 請答案為了 一聽就知道她 其實跟我超不熟的 好的 拜拜 來想說要給她玩個遊戲 就是如果我們跟大家講 做什麼都不知道大家會怎麼猜 因為 好 欸 直接看下面好了 剛剛那個照片箱子 不好意思 我沒有做辦法 這個嗎 我先我先 介紹的部分 好的 好 陳惠爾 陳惠爾其實是我工作的名字 是一個導演名字 然後好 快速留言一下 1989年是巴拉巴巴的 視訊档電視電影組 巴拉巴的什麼獎 去了很多國家 巴拉巴巴的一些 也是什麼什麼獎 好 這東西呢 其實大家 Google就可以看到了 把它收集這個 那 呃 今天我想要 我不知道大家來自己有沒有看一下 我大概本來寫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的簡介 那個東西 其實我寫那個時候跟內心情不好啦 這樣寫 因為那時候 寫那個跟朋友吵架 好 我現在要跟你講 我的本名叫陳曉玲 就是一個很女孩子的名字 然後工作的名字就叫陳偉兒 那其實我覺得可以從我是怎麼樣 開始叫陳偉兒 這個詞後面也是有個故事的 陳偉兒 這名字其實我那時候取的時候 是因為他很忠心 就是看不出來是男生還是女生 這樣 然後這個東西可以延伸到我從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就是很喜歡看故事書啊 然後很喜歡幻想啊 喜歡講故事啊 等等的一個 想要躲在不是現實的世界的一個女生 這樣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非常 我是一個有自我認同危機的一個小孩子 這樣子這樣子 那時候小時候我喜歡看什麼亂拿到分級 一樣 你也蠻喜歡看的對不對 凡爾三玫瑰啊 對然後等到我有一天早上 他回想起來 小時候哎等等 我怎麼從然後我後來長大 開始看電影的時候 我喜歡的電影是那個霸王獵姬啊 對然後這一路走來 因為好我現在今年已經三十四歲了 然後我想想 其實這一切都是有有機可循的耶 這個東西就是我一直以來 對於性別意識這個東西 是很很在裡面翻轉在思考的 所以我從小就討厭自己名字 因為這個名字一看就是個女生 你知道什麼 你小的名字 就其實我是一個很內向 然後很 你看就以我小時候來想 我根本沒有想過 我有一天會是一個 靠嘴巴吃飯的女人 然後我的工作也是要說話 跟甚至是比較指導 有點像是交響樂團的指揮家 這樣子 要帶領大家拍出一個影片來 電影或廣告 歡迎第一 我都有在拍 然後 好為什麼講到真的 對講到自我認同危機 然後這個是這個事情 我說我寫那個簡介的時候 那前幾天 我才跟我朋友吵完架 然後那個朋友他也是一個導演 然後那天我跟他貼了一串的標籤 所以我今天 兩分鐘自我介紹的時候 他們要求我給三個標籤 我現在看我真的標籤真的太多 我實在是給不出來 有太多的我以為我罵髒話 可是我給不出來三個標籤 因為我真的太多標籤 那一天我跟他吵完架 他就說我是一個 受害者心態 然後又 自以為是 然後呢 還是一個 他最後唱我一句話說 你就去當你的女權導演吧 這樣 對就是 譬如說我是一個女 好像他覺得 你你你你你你 這個女性主義者 這樣 就發發發 YouTube的表情這樣 然後 所以我最近 在工作上面就經常有一個 天然在想一個問題就是 真的耶 我這 其實我拍片已經 10 我2003年畢業 加上我大學 大三大四我就開始拍東西 所以現在已經是 15年 4年 15年了 然後那時候 從我拍片開始 然後降十幾年來的歷程 那因為我有拍商業的片子 有廣告 有MV什麼的 所以也會有一些 影片的客戶這樣 然後發現因為 身為女性的身份 那我遇到了很多 就是沒有 就如果你是男性的話 你是男性導演的話 你是不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然後那個東西是很多人 很多朋友 即便是一樣 是拍片的朋友 然後他都無法想像我遇到過這樣的事情 因為那樣的東西 不會Google的到 對 也不會寫在虧底裡面 我今天 為什麼我會說 今天的分享會是一個 寫零零的試飄 試飄情 就是 我這時停下來 譬如我 我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曾經遇到過客戶 因為我很早就開始拍 大學畢業的開始 所以年紀很輕的時候 二十幾歲 二十出頭 然後我遇到客戶會說 我們想要找三十五歲 像男導演 對 就是直接用年齡階級 然後用性別 這種不可抗力之因素 幫你打槍這樣 然後從那個時候 從概念開始 我也開始就改名字 就是我不想讓人家知道我的性格 對 這跟我小時候 但我自己本來也不喜歡拍女孩的名字 因為我不喜歡被定義 反正我是很討厭被人家撇標籤的人 因為那個東西 譬如說剛剛 你想要簡單自我介紹我對不對 就幫我講一下我是誰 然後你不管講什麼都 也不是那樣啦 就也不是那樣 然後我覺得標籤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 我們這樣 給個名字 或者是給一個 你是女性主義者 你是一個什麼什麼 分群體 其實最開始標籤的東西 是為了要讓人 與人之間容易溝通 就是譬如說 你會什麼 你會什麼 你的職業是什麼 但後來我覺得 他常常會變成是一個 反而是分群 分族群的 會有包袱的東西 是二元倫在分的東西 但我覺得 這個世界不應該是這樣分的 我以我自身基因 要譬如說 我剛剛講到 我不是因為 我是年紀輕 我年輕 然後我是女生 所以人家 即便人家強力推薦我 人家不要 不要找我拍片 或者是 在拍片的前面 特地打電話給我 然後載轉 打電話給我說 那個可以請導演 明天拍片化妝再來嗎 然後所以 因為我們通常通告時間是非常早 他說凌晨四五點 然後他們為了 然後我就變成是凌晨四點 就很悲催的起來 因為五點通告 然後更早起來四點 就等於沒什麼睡 然後化妝 原因是因為 我們覺得 導演素顏太像學生了 明天大老闆會來 就是人家不信任你 只因為你是年輕的女生 對啊 然後譬如說 甚至當然我常常 我跑一些校園坐談什麼什麼的 有時候如果沒有人特別介紹 或者是我去開會也是一樣 如果沒有人特別介紹 也會遇到人家說 就會對我跟我一起去的男性朋友 非常地殷勤 你好你好 然後要喝什麼話 那我們今天怎麼樣 然後等到我旁邊發現說 沒有人理我 這樣 今天我們導演是這位 這樣 他們 就一個了 導演這麼年輕啊 這樣 這也是 就是他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是不能 這不是說我愛怪外界或什麼 而是說這個東西是一個隱形的 一直無形的跟著我的東西 就我的遭遇這樣 因為導演可能是一個女生 其實經常不在大家的概念裡面 就是如果今天沒有人特別介紹的話 人家可能會想說 哎呀 我們今天會有一個導演來喔 大家可能會想說 應該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戴個什麼樣的帽子的一個男生 穿了T恤的衣服 會一個新男什麼的 但是大家不會想到說 今天可能是一個很girly樣子的女生 那這個事情 其實 所謂自我認同的事情 我自己都花了好多好多的時間 什麼 竟然只剩47秒嗎 我也沒有說 我才講開頭 我正題都還沒說呢 好正題 我要講怪這件事情 好啦 剛剛以上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算不算漏定意 大家覺得我怪 因為我剛剛前面聽到大家 全部都是我的介紹 我覺得這邊怪的超多的 然後我覺得超舒服的 很有安全感 對很好耶 然後 好我要講 我最近 今天我會來當然是有的契機啦 我會一直回想起這麼多 還有最近有特別 大概回想起我的人生 我的生涯歷程啊 我的職業歷程啊 還有等等 我生而為陳薇爾 或是陳曉玲 我這個人 其實 然後是因為就是我在 FlyB上面有個募資活動 哎呀他就轉到工商審戒了 哈哈哈哈 他路上了 哈哈 再給我一點時間 好的 這個募資 我在做一件 就說我們現在剩幾天了 就一個禮拜而已嘛 所以我募資好像剩下不到一個禮拜 然後我其實我在做一件 其實可能不太會成功的事情 我覺得因為 就我的募資金額呢 其實 因為我是職業的導演 所以我們資金額是定的 比一般學生的短片是高很多 但老實說就是 我這個其實有時候講話滿直啊 就是如果我 我募這個金額還可能只能 我要拍四篇 春夏秋中四個故事 但是如果我不定這個金額的話 我說就是一個拍個P這樣子 那個時候其實是質感不會好的 他一定是非常非常花錢的 他一定真的很花錢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我以後就慢慢講 不過你們等一下可以找我聊 好 講怪人 四十過鏡他講的是 我在裡面設定的角色 其實就是我們簡單一般的定義 說的毒死了 那種 比如說一個失戀了 女朋友都不要他的男生 從一個愛情故事開始 然後秋天版呢 是從一個 無法跟人建立關係的宅男開始 然後他跟一個寂寞的房東太太 有時候還有一個冰箱的故事 然後呢 冬天版呢 是一個單身的未婚女生 然後未婚晚孕 他甚至很有可能 會打算把他小孩拿掉 這個故事的梗就不講 然後春天版的話 這是世界末日的一個設定 那都是還蠻奇想的 那總之你自己想 這裡面其實在這個社會 就是在我們一般定義來說 他是有點哥哥不入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我相信 我相信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你經常在從小到大成長的過程當中 應該常會有那種覺得 孤單的小片刻啊 或覺得自己哥哥不入的時候 然後我是希望就是 因為其實我自己個人的故事 就希望非常多 然後 透過這樣的故事 我想要告訴大家 因為 我的創作以上都是很誠懇的 從自己生命經歷出來的 然後 透過影響 這件事 我做得最好 然後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然後我希望可以用這個電影 可以陪大家這樣 然後 怪沒有關係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好把它做好 周健全我真的覺得你很厲害 你的名字跟你的企業很大 就是 影片畫了 喔 有時間看嗎 好啊 那影片多久啊 如果50分鐘可能沒有法全收 這個是短板前導片 3分鐘 好的 那如果你們想要看我拍什麼廣告MV 那個其實真的也是去YouTube搜尋一下 就有我實在不想放那個 那是案子啦 然後自己創作的東西就比較有意思 你知道嗎 那在網路上面可以看到前導片 就是 短板的下季篇的故事 但如果你想要看更完整的 就是 要等我醜到錢 然後 我才有辦法繼續判下去 是的 然後 大家後來再補充一下就是 對 我還問了醜錢 還有在幫人提模特什麼的 就是 這可是 下了很大一番決心的 你怎麼都講呢 看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記憶裡 大學住的套房 總是很熱 跟很多大學男生一樣 我也有一個長頭髮的女朋友 那時候 我們很窮 沒有智慧型手機 沒有筆記型電腦 所以 我們有的是大把的時間 談戀戀 好熱喔 好熱喔 說起來也奇怪 好像 每次任天喜歡一個女生的時候 都會想不起來 她到底長什麼樣子 總是想得越用力 畫面 就越沒了 那這個旅行 我們拍了很多照片 當然已經知道回家裡頭 把她的照片 原來我不可能忘了叫你貼貼 哈哈哈哈哈 那個照片最后 只留下後來不再做很多 含她的同學 当离开那个热的药面 顶楼家盖着小壳楼时 本来以为会有点感双 也许是因为天气真的太热了 我唯一的感想竟然只有 好想吃芒果 后面的故事真的会更好看 你住家吧 是吗 想到夏天是拿到香烟一下 这样子 应该可以莫到不少钱吧 结果其实还好 好啦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谢谢 谢谢